接連有住在宿舍的外傭確診 有外傭工會說 因為最近入境處 審批新工作簽證的時間長了 導致多了外傭要住在宿舍 希望政府加快留情 以及提供免費住宿 政府昨天宣布會為所有 入住中介公司宿舍的外傭 免費做病毒檢測 工會建議擴大至所有外傭 以確保外傭及雇主的安全